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轻易放弃一絲絲希望 你总是在远方 等着我 将在我的尽头 小丽 你该不会 真的不想结这个婚吧 小丽 你自由了 一定是我妈 毕竟来华莲跟我订婚了吧 我愿意 这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大家电话都打不通啊 我去教室找宁哥 问他到底怎么了 要软禁我 你总算落在我手里了 你为什么非要我不可 两天后 我要听到让我满意的答案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这是任杰的错 我们找到任杰之后 一定带他亲自去跟您道歉的 是 好 那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 可不可以打到少年学员 来找恩惠老师 好 谢谢 什么有的没有的同学 都已经连绕过 他到底能跑去哪里呢 不好意思啊 我是李仁杰的妈妈 李仁杰 是不是犯什么事了 还是 还是他又走了什么货了 李太太 你不要紧张 我慢慢告诉你 是李仁杰啊 他在学校里 跟同学发生了冲突 然后他用自己的弓箭呢 射伤了对方 然后他逃跑了 那 那个人要不要紧啊 也不严重 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去看他 李仁杰 还好只是皮肉伤而已 对方已经回家休养了 只是我们到现在 还找不到你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他会跑去哪里 还是说他有没有去找你呢 他没有找我啊 我刚从差一场过来啊 哎呦 先生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仁杰老师给你们找麻烦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李仁杰 你先想想看 仁杰可能跑去哪里 现在最重要是要赶快 把他找出来才行 我去哪里 啊 我想到了 有一次他跟他爸爸吵架 他爸爸一生气啊 就打了他 人家就跑到山上去了 这一跑 就跑了半个多月 那个时候 我们都以为 他掉到山里下去了 还好是他偷吃人家地瓜 被抓到警察局 我们才把他找回来的 哇 你仁杰这个孩子 简直跟山下的猴子一样 除非他愿意哦 否则我们可能找不到他 你们放心啊 一会儿 我就去那孩子家里面 看看他的伤怎么样了 然后他的医药费呢 我完全负责任了 然后 我就去市场 把我菜单给收了 马上就到山上 去把仁杰给找回来 我跟你们一起去啊 洪孟次 不行啊 不行啊 山山是很危险的 你一把年纪了 我以为你不小心 点上了怎么办 是啊 总干事 我觉得你还是留在学员 等消息比较好 不不不不 我觉得我跟这个孩子 很有缘 你们去找他呢 他还以为你们要去抓他 说明他还会反抗 可是他对我很友善的 听到我的声音 说不定会出来跟我见面 好 好 嗯 嗯 花花姐 你接着没有快店啊 今天觉得特别累 所以决定工修一天 陪我喝两杯吧 怎样 不敢陪我喝啊 还有手机里有什么陪我还好看的 没有啦 我只是想说 智杰上台北那么多天的都还没有回来 我很怕他出事 我问你啊 随便问问啊 你随便回答就行了 如果直接不回来怎么办 不回来 什么意思啊 没有 我不是说他会挂掉 我是说如果 他决定过不他以前的生活 你准备怎么办啊 如果这是他选的 那我尊重他 可是 我可能会难过一阵子 但是之后 我就会好好的振作起来 然后 好好的祝福他 祝福他可以过好想要的生活 那 如果 现在都只是假设啊 如果他回不来呢 不可能啊 智杰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说就消失 那 如果这是这样 我就上台北找仗强理论啦 妈 你今天真的很奇怪 一直问我奇怪的问题 我在想 当初我怎么没多生几个女儿 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要是你有什么万一 我可真的成了孤单老妈了 可是我又不希望你有任何遗憾 你说如果我不告诉你 哪天你自己发现 我怕你会怪我一辈子 妈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这些传过简讯来 什么 还说那儿危险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 那过几天你才这样 你要我怎么告诉你 我说了你马上去台北 你能干什么 你去砍人吗 那个智杰是莫名其妙 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去就能帮他解决吗 什么破简讯啊 根本就是催命符 要是你坏的是我 你也会马上把他删掉吧 那你也不能这样啊 要是自己真的发生危险 怎么办 你以为我好受啊 难道让我看我之前女儿 去跳火跟挨子弹吗 妈 对不起啦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啦 谢谢你这么爱我 可是 我们真的不能不管自己的死活啦 我就知道 人家所爱的卡参星 就是你啊 这样 老公是给的电话 他知道你担心智杰 也想出点力 知道台北朋友电话 你说他警戒有点力 我可以让去台北 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到台北要先打电话给他 请他帮忙 而且绝对不可以一个人 独自行动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谢谢妈妈 恩惠落在VVN手里 我真的很担心他会有危险 你 你 谁在等风 的担火 一起奔向采放的尽头 那你的人呢 恩惠然呢 杰哥 我不知道 我只是奉命行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 带我去找他 强姐说 如果杰哥一离开这个房间 就会有一个女的被关进来 手机拿出来 叫你手机拿出来 手机啊 强姐 强姐交代 不能陪在你这个手机 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跟张长说 我要找他 滚 人姐 人姐 你在哪里啊 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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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啊 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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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 有外求生技能 人姐的亲生爸爸 是个原住民 以前常常会带着人姐 上山去打猎 后来九斤冲突死了之后 我就改嫁给一个老职业军员 现在这个爸爸 对他非常的严格 动不动就是打他 骂他 还有一次看到人姐 吃饭不洗手 就骂他是畜生 什么样的爸爸 就射出什么样的儿子 甚至还拿军刀砍他 人姐非常的生气 就打了他一拳 父子了 就这样起了争执 人姐就跑出来了 难怪人姐 会有这么多的 野外求生技能 对陌生人这么有戒心 人姐 人姐 你知道这么多的 野外求生技能 完全是老天的赏赐啊 人姐 你妈妈很爱你啊 你赶快回家 你妈妈在等你啊 是啊 人姐 人姐 你有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妈妈会下班 我帮你解决的啊 人姐 你快出来啊 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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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你妈妈在等你回家啊 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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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啊 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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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回家啊 人姐 人姐 不是…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是… 我还在叫 你的车 马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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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手上了 志杰到底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也在找他 我哥 他被日本黑道盯上了 阿杰跟我哥 去那边跟他们碰面之后 就是去联络啦 你说话 你跟我一样在乎志杰 如果他真的怎么样的话 你怎么可能跟我好好地坐在这边喝茶 早就对我大呼小叫了吧 所以 志杰根本就没事 对不对 你还蛮有脑子的嘛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如果就对了 恩惠 看到你没事 我就能下决定了 不管如何 只有你平安就好 你 志杰到底在哪里啊 你知道的话 赶快告诉我好不好 不然我自己去找啊 不用那么急 明天早上 我会让你跟阿杰碰面的 不过到时候 说不定你会后悔 这一趟特地上来台北找他 好 小心点 还好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走吧 哎呦 赶快跟牧师道个歉啊 快点嘛 你怎么讲不听 你这孩子 快些啦 快些 讲话啊 你为什么都不讲话 你就是没有做错事 就对了啦 哎呦 哎呦 对不起啊牧师 对不起啊 都怪他了 在山上射什么陷阱 害你受伤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这任杰他很善良啊 他一看到我有危险 就马上挺身而出 任杰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来救我啊 我受的伤 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呢 谢谢你啊 好 没事 你可能回来就好了 那我们回去吧 好 跟我一起回学员啊 好 小心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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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不想要继续相学的话 就要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工作经验 否则离开学员之后 付了钱走入一起就怎么办 打工 打工就打工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在花莲中 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 连正常人都能找到工作 刚刚是我一个高中没毕业 我要去哪里找 检察官根本就是想刁难我 不让我回家 你很想回家 你是不是很想要见到家里的人啊 老师你在挖苦我吗 你明知道我差点就没有人 我妈有十天有九天不会在家 那你为什么这么急的回家呢 其实我觉得你头脑很好 成绩也不错 为什么不想继续念书呢 如果你愿意继续念书的话 老师会找到管道 赞助你继续升学的 老师啊 问一个问题 嗯 请问有谁 会赞助一个像我这样行为偏差 为了钱切到连连的小孩 你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啊 我的未会期小力 就是在我妈的长期资助之下 一路念到硕士毕业的哦 讲到热心工艺 赞助师学的学生 我妈可是不遗余力耶 所以还是很多这种好人啊 那老师 你先带我去找你妈妈 请你妈给我一份工作 哦 那老师 你可以带我去找你妈妈 请你妈给我一份工作 哦 哦 可是这个 他 好啦 算了 我就知道你们大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说什么要帮助我们 基本上就是在讲大话 随便嘛 等一下 好啦 我带你去找我妈啦 但是我妈她很严格哦 如果你自己表现不好的话 如果你自己表现不好的话 我就帮不了你了 谢谢老师 啊 走吧 你去吧 小心一点 总的事 怎么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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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伤 哎呀 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哎 任杰 来来来 坐这里来 跟我们一起吃饭 来 来 坐下来 从今天开始啊 从今天开始啊 你要坐在我旁边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读金 啊 跟着任杰 一起读书 学习 现在还不迟 我会一一教导你生活的礼仪和习惯 我相信你很聪明 你很快的 就会跟上 同年纪 学生的进度 从明天开始啊 你就带你我们大家 做饭前的祷告 我不会 没有关系 人没有一生下来什么都会的 一天 两天 三天 你慢慢的学 总有一天你会学会的 我念一句 你跟着我念一句 你跟着我念一句 主啊 感谢你 整个我们 梦成的事量 主啊 感谢你 给我们那么 那么多 好吃的 主啊 感谢您 让人杰 加入我们的大家体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用筷子 筷子 不能用手啊 来 一口一口慢慢吃 吃不够 我再叫吉祥老师 再多煮一点给你吃 你很温的哦 哎 好像我的妈妈哦 那你就把我当做妈妈 以后白天 就跟牧师一起学习读书 晚上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还有两个小弟弟 小文小五一起做伴哦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好 好吗 张强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节目怎么样啊 卡他的手机都是张强杰的 可是他有传点讯叫我来救他 明天早上 我会让你跟阿姐碰面的 不过到时候 说不定你会后悔 这一趟特地上来台北找他 哎呀 不行啊 我要去问清楚 你们干嘛 强劫指示 要你在房间里面等杰哥 我又不是你们的囚犯 赔手 福小姐 不要让我们难做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莫名其妙 哎 哎呦 你们三天病啊 张强这样做 根本就是把我软定起来啊 可是 我跟他有什么过节 他要这样对我啊 该不会 智杰跟我遇到相同的情形吧 所以我才联络不上他 我不是给了电话 他知道你担心智杰 也想出点力 是在台北通的电话 你说他警戒有点力 你到台北要先打电话给他 请来帮忙 阿姐 听说你找我啊 你看 你说找我 不就来了吗 人家说 结婚前一天 新郎跟新娘不能碰面 不过我才不相信这些 我相信你 会陪在我身边 一辈子 你喜欢我跳的礼服吗 我只想要知道 你为什么非得也要我不可 因为 得不到最稀罕 我得不到你的心 我要你陪我 陪在我厌烦的那天为止 有一天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现在伤害的不是只有我 你也在伤害你自己 别跟我说这些 反正明天过后 你就永远都是我的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还有我告诉你 不准再跟学员那些人联络 尤其是那个女人 否则 我做出让你更后悔的事 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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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想她 如果真的有识恨 请你好好听听我的心愿 请你帮助恩惠 让她快点好起来 气死了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是归我管了 从今以后 我都不准你一个人单独行动 你要去哪你就要跟到哪 怎么样 我比较喜欢咖啡 你也喜欢咖啡咖啡的哦 我也是 你现在到底是谁样了 一下子后离开花莲 看到我们家二位每天哭 哭的眼睛跟核桃一样大 一下子又算是归泥馆 每天这种命运也十八相送 你要是留在花莲 你就必须跟台北的关系一刀两断 要不然你离我们家二位远一点 我不知道我 为什么要演出我不愿意的婚礼戏吗 但如果我这么做 能换来恩惠一辈子的平安 这样的我 算不算爱她呢 干嘛 小姐 小姐只是要我们带你去见杰哥 我说要我 我马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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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這裡什麼意思啊? 這不容易 但我會和在等方等著我 一起奔向採光的鏡頭 你喜歡這裡什麼意思啊? 沒事,你們倆先出去 這裡是我哥跟志美姐結婚的地方 他們未完成的心願現在由我們兩個來完成 喜歡這裡有什麼不對? 你不知道我姐在這裡過世的嗎? 這個地方對我來講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嗎? 是誰專門在這裡胡鬧啊? 你不要跟我大小聲 今天是我的婚禮耶 我愛在這邊姐姐就在這邊姐 我趕走試試看啊 有個笨姑娘現在就在我哥的飯店套房裡 如果我們都幫你順利舉行的話 也許我會讓小弟 讓他坐火車和花蓮 但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幸福 我會對他怎麼樣去看你的表現囉 今天是我們兩個最重要的日子 我也不想要跟你發脾氣啊 這樣好不好? 我答應你 以後只要你和我開心 我也不會就讓你不開心的事啊 好不好? 好 他們等一下就來了 再等一下 我們來幫你 我跟你講喔 現在你幫我的忙 幫我媽吵一個時間 或是跟她說 董事長正在開會 等一下還有飯局 一整天根本沒空 拜託啦 是急事耶 急... 合約出問題了嗎? 倒也不是啦 是... 死事啦 那不是周梓豪嗎? 他怎麼會在這邊 就他啊 我跟他垮口說 我可以說服我媽 讓他在飯店找到一個打工 欸 指尖現在不在我 就是他的擔保人 那我當然要照顧他啊 所以你就幫我一下 找個時間就好啦 謝威廉 這裡是大飯店耶 我怎麼可能安插一個 魏承琳的少年在這邊工作 怎樣 你也知道董事長 他那個工讀生 都要求那麼嚴格 你現在隨便從學院 帶一個學生來這裡 你也太異想天開了吧 媽怎麼辦 拜託啦 欸 我都已經話講出去了 總不能差別人丟臉吧 我總經理耶 我找個十分鐘就好了嗎 我再給我媽吵一吵 哎呀 欸 媽 怎麼了 媽 你還好吧 還好吧 等一下 自己坐 小心 怎麼了 先坐下 快 沈莉 去幫護士幫我拿出新的高跟鞋 是 你的腳等一下可能就會腫起來了 這樣我不要再穿高跟鞋了 你是我們飯店的客人嗎 不是 我是來飯店應徵打工的 叫把全員把他帶走 是 在這兒 媽 她是我帶來的人啦 她是少年學院的學生 是我建議他來飯店造大工的 因為他們有工作金錢才能夠申請回家 所以我才 兒子啊 我們這裡是飯店不是修容所啊 媽 看在我的名字上 看在我的名字上 看來是機會啦 她真的很不錯 欸 哇 威廉老師 不用麻煩了 像我服務品質不好的飯店 我不在想在那邊打工 浪費我的時間 你說什麼 服務品質不好的飯店 哪裡不好 你說說看啊 飯店應該是客人最上的 現在現在有人找你有傷了 如果我是客人 我覺得不會來第二次 再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周梓豪 周梓豪 周梓豪 那我問你 如果你是這家飯店的員工 碰到這種狀況 你怎麼處理 好 你們倆 吃飯拿毛巾 硬塊還有拖鞋 你是誰啊 只是我們兩個 叫你去就去 是 很抱歉讓你在飯店裡面受傷 這是我們的舒服 等一下我們派車送你到醫院做檢查 所有的醫藥費由我們負責 但是如果你等一下有事情 我們會先帶你去處理完事情 我們再回醫院做檢查 那我的高跟鞋怎麼辦 當然 這樣我們飯店跌倒的 是我們的舒服 我們馬上派人處理一下地板 晚上會送上一模一樣的高跟鞋 到你們房間裡去 還有什麼問題嗎 梓豪 你真的很棒耶 比我還像專業的飯店管理人 你老實說 你是不是在別家飯店做過 怎麼都沒有跟老實說 怎麼都沒有跟老實說 喂 老師 謝謝你幫我找到打工的機會 我想先回學人 梓豪 我們還有一個 怎麼了 提醒你一句話 遇到這麼精的人 不要太天真 不會吧 不會就是個小鬼而已 一個小孩可以住到這種地步 你不覺得可怕嗎 你不覺得可怕嗎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我從來沒有遇過啊 這個年紀的小孩 遇到董事長這麼穩威嚴的人 還可以逐遍不驚 坎坎而他 抓到機會就往上爬 搞不好他達到目的之後啊 就把你這個橋給拆了 我想以後 他如果有良好的栽培 會是個很厲害的角色 哪有那麼恐怖啊 不過 就他逗我媽笑這件事情 他真的就比我厲害好幾倍 我平常對我媽這樣嘻嘻哈哈的 我媽連笑都不喜歡笑 可可怕對員工啊 上一次對員工笑好像是在 三年前 飯店盈餘破億的時候 他才在尾牙上面稍微笑了一下 這個小鬼真的很厲害 你才厲害吧 遇到這麼精的人 還給我們坦然稱讚 這是敗給你的謝威廉 你哪有敗給我啊 我覺得全世界最不簡單的人 就是我老婆啦 所以以後啊 厲害的事交給你 逗大家開心的事就交給我 怎麼樣 好啦 走 那去開心吃飯好不好 新郎 陳志傑 你相信這個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嗎 你願意娶新娘張翔 作為你的妻子嗎 一生愛她 照顧她 保護她 並且對她忠心永遠不改變 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 小美 請 小美 請 起來 起來 我再問一次 你愿意吗 感谢上帝 新娘张强 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陈志杰 作为你的丈夫 一生爱她 照顾她 并且对她忠心永远不改变 我愿意 在此我要宣布 新郎陈志杰 新娘张强正式成为夫妻 请挑换象征彼此爱的誓约的信物 请新郎贴开新娘的托察 这时候新郎可以新闻新娘的 新娘的托察 恩惠 陈志杰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现在这种状况 这还用问吗 阿杰就是为了跟我结婚才回台北的 那你承着她所以瞒着你 不过 我们都是女人 还是让你清楚一下 死了这条心比较好 你在说什么 你想让我不开心吗 你来干什么啊 快回花莲啊 情况已经很明白了 可能会回去吧 好 要我回去可以 可是在我回去之前 我要把一件事情搞清楚 如果你要稍微跟张强结婚 干嘛要传这种解讯给我 又是你在搞鬼啊 是又怎样 高兴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想赖也赖不要 你这个女人怎么老是这样啊 自己又不想跟你结婚 你硬是要强迫她 这样有什么意义 给我闭嘴 你张强得不到的东西 你也休想得到 够 你居然可以搞我搞到这种地步 还没什么好说的 扰住她 走 谁敢拦着我 陈志姐 你敢走试试看 彤彤给我听好 谁可以看到这个女人一刀 你当我给十万 给我杀 走 快干 小丽有办公室吗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难道没有小丽 你日子都不能过啦 靠这么近干嘛 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大恩人 要我报答你 你不会配合一下 配合 你威廉的条件 随便赚的应该是像Maggie这样的名愿 要不是威廉喜欢我 不可能要我的位子 你怎么也把她抄到身重病啊 你对小丽 是爱还是同情 我没有恨你什么 所以才更加难过 最后竟然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那些照片里的笑容 脑海中你的温柔 全都必须遗留 全都必须遗留在这个路口 这不容易 但我会很努力 不让那些唯一 在夜里让我哭泣 在夜里让我哭泣 我知道不容易 这不容易 但我会很努力 在夜里让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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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不容易 直到不容易 就把那种水 在夜里让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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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光 正当然